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目标跟众议很类似 订阅目标加上努力又花上时间 有一天成果必定会出现 当然不一定所有目标即时会发生 但当我们坚持的时候 努力不倦赴上摆上的时候 总会结出果子来 所以就一次跟大家说 坚持到底是什么 一定有东西看 所以感谢主 在每一年都为教会定立一个目标 方向给我们 今年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三个全文 全文读经 全文佳兵 全文启动 全文读经就是 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在神的话语里扎根 以至我们的生命学障耶稣 全文皆兵 我们每一个都需要被门徒分裂 装备成为神国道的精兵 可以成为领袖 可以带领人归向主 甚至生命的成长 第三就是全文启动 这段时间 教会在这个社区里面 做了很多很多的服事 因为我们教会 其中一个的使命 就是一个社区的教会 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里面 看见需要就满足他 找到伤痛 我们就医治他 所以今天 让我们不单单 某一撮人 去启动 去关爱这些轮舍 而我们整个教会 一同起来 好不好 一同起来 去祝福那些有需要的家庭 Amen 带出探望 Hallelujah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 今年 求主 赐下目标给我们 以致我们 生命能够成长起来 好吗 让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 天父爸爸多谢你 你给予我们的教会 成为一个 有意仗 有目标的教会 同时间 神啊我们都很期待 神啊你让我们 这段时间 特别在一月份里面 神啊当我们 去到你面前 去祷告 尋求的时候 神啊你的目标 是你给予我们的目标 能够赐下 以至我们能够 抓紧你的目标的时候 我们生命就能够成长 发旺 因为神啊我们不要 做一个堕坏的人 我们不要做一个软弱的人 我们不愿意 做一个不结果子的人 所以主 今天我们很想学求 就是我们结出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果子 所以主愿意神啊 你亲自你的灵呢 感动我们 这里每个顶线 让我们呢 在你里面 能够download到 能够领受到 神啊你 给予我们的目标方向 以至 我们生命里面 不仅仅成长 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哈利路呀 荣耀众赞 归荣耀给你 谁听你的祈祷 是奉靠 耶稣的名 阿们 哈利路呀 好了上个星期呢 天文长老呢 我们展开了 敬拜会DNA这个主题 DNA是什么呢 DNA就是遗传基因 遗传基因 只可以从我们上一代 传递到下一代 所以我们的 样貌 性情 喜好 甚至 口味 都可以 从上一代 传递下来 所以我们不多不少 我们都有一些 和我们父母相似的 特别我们讲到一个例子 口味 口味就是 好像很难传递 不是的 原来我的女儿呢 她的口味和阿尺很相似 阿尺喜欢吃些什么 她都喜欢吃些什么 所以很特别 口味都可以传递 同样地 今天我们直跟在这个教会 敬拜会的时候 我们不多不少都会领受到 神给这个教会 赐予给我们的一些DNA Amen 所以 敬拜会的什么DNA 掌路 就带领我们重温了 敬拜会三个很重要的要素 又跟大家再说一说 敬拜会的呼召 敬拜会的呼召 敬拜会的呼召是什么呢 就是由普通信徒 起来建立教会 并且建立教会 将神国的福音 遍传出去 所以其实我们的教会 是我们大部分的领袖 目者 并不是由神学训练 培训出来的 而是我们 土生土长 是圣灵 教导我们 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以至我们的生命里面 能够可以 边学边做 边做边学 去成为领袖 带领生命 所以work是可以的 所以鼎姐妹 任何一个人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愿意 又跟随神 又跟随领袖 带领 就可以起来建立教会 还可以跨地区 跨年纪 跨文化 甚至跨种族来建立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有个欺年弟兄 他就是愿意 起来建立 中东籍的 难民的一位领袖 所以现在他都飞去 中东做一些宣教 祝福当地的工作 他是一个跨民族 跨种族的 生命建立的一个领袖 所以只要你愿意的时候 就可以 所以神会使用你们每一个 Amen Hallelujah 第二个 天文长老师 告诉我们听 敬拜会是一个事命宣言 我们一起读 准备 1 2 3 我们要在香港 建立一个 强大及合乎圣经的群体 然后往世界各地去 建立强大及合乎圣经的教会 地区的教会 所以你见不见到 当我们在祝神给我们这个师命的时候 神会带领我们去扩展 去祝福很多的生命 Amen Hallelujah 第三 是敬拜会的核心价值 我们从圣经里面 区立了五个元素 这五个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我再一次重提 第一 全心爱神 熱切爱人 博人服侍 建立门头 抗展神国 这五根之处是很重要的 也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道向 亦都带领我们加聚小组成长的道向 因为若果一个组织 一个属灵的组织 特别是属灵的组织 如果缺少了这五根之处 其实我们就有缺陷了 我们就不健康了 所以今天一连之计 所以让我们说 我们很想定立一些生命的目标 或者小组加聚的目标的时候 可不可以我们以这五个道向去进心下去 究竟有什么神要带领我们呢? Amen Hallelujah 不过我很想和大家分享 今天我们不单单延续敬拜会的DNA 我同时提及一个生命成长 一起说生命成长 我们一起Closover 夹在一起 将DNA和生命成长夹在一起去分享 我们首先讲一下生命成长 成长是生命的一个正常的现象 就是一个自然现象 同样地基督徒的生命 一个熟灵的生命 都应该需要成长的 就好像孩子一样 他需要成长一样 就好像这幅图 有一个BB 然后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 开始能够起来 可以读书 甚至长大了 成人了 可能出来工作了 你看到吗? 生命是自然地会成长的 但若果一个生命 一个孩子 他不会长高 结果是什么? 患了朱如症 朱如是什么? 去到一个年少的时候 去到某一个年纪 不能够再长高 再大一点的年纪 都是这样的高度 甚至去到二十岁 三十岁 四十岁 都是这样的高度 所以这个就是患了朱如症 所以如果基督徒的生命 我们不能够再成长的时候 同样地 我们都患了一个属灵里面的朱如症 圣经提及了一群不成长的信徒 我们看看希伯来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 我们一起读 好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该作师傅 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 令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属仁义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孝习练得通达 就能分辨好大料 希伯来书是寫给谁呢 是寫给希伯来信徒的一个书信 这里的信徒 是对《旧约圣经》相当熟悉的 对宪制的礼仪是很熟练的 也都清楚明确地接受救恩 照理好像圣经所说 他应该是怎样 他应该可以很快地成长成熟 甚至可以成为别人的师傅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圣经怎么说 他竟然在真理上倒退 他成为了经文所说的 必须吃奶的婴孩一样 不能够熟练仁义的道理 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原来熟灵的生命是会逃退的 你有没有发现的? 你有没有想象得到的? 是会倒退的 你以为 你看到得多好吗? 不学习 不持久 应该维持这个水平 对不对? 原来不是的 因为圣经说 如果我们不继续学习 不发展 不加强的时候 原来熟灵生命一样 都是会倒退的 甚至倒退到这个地步 是怎样? 连我们有一定强壮的程度 都会打回圆形 甚至怎样? 就会衰落 就像种植植物一样 如果我们不加以继续灌溉 是的 就是 施肥植物会怎样? 也不让它曬太阳会怎样? 一定 好像这幅图 借了 一定是丢借了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 不继续努力去发展 去学习 去学习 去学武神的时候 我们一样 好像植物一样 不能够生长 不能够向上 向还生长 甚至不能够 揭出美好的果子来 所以丁姐妹 今天 你的属灵情况是怎样? 过去一年 我相信大家都 在这个疫情下 过得很辛苦 对不对? 我们要面对很多 新的常态 上班 购物 人制互动 都有很多很多新的适应 甚至 大家要戴口罩 回到家又怎样? 好像要跳舞一样 要喷一下 要转个圈 然后再喷一下 是不是? 这些新的常态 新的适应 可能这个过程里面 真的有很多的麻烦 不单单麻烦 也有很多的担心忧虑 但我想问大家 在这个冲击底下 你属灵生命 究竟是倒退了? 还是继续在这个逆境反弹 有成长呢? 希伯来书六章一节 接着继续鼓励我们 鼓励我们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这里吸引我们两个的鼓励 第一个就是什么? 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离开就不是指离弃 就不是说 撇起了所有 起初那些优良的传统 或者优良的原则和基础 不是 也在这个有原有和正确的基础下 继续向前 继续去发展 不要原地踏步 第二 他鼓励我们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一起说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这个原本和之前所说的 长大成人 就是在第五章第十四字 是同一个字 这里指的是什么? 达到成熟的阶段 所以什么叫成熟? 什么叫成熟? 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下 去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处理方案 去处理每一件事情 都是恰到好处的 很令人信服的 很能够令人感觉良好的 这个就是成熟的 我们看看这幅图 我们成长原来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 认知领受 第二 发展发挥 我们知道了 我们领受了 明白了 但我们也不能停下来 我们要发展出来 发展那些潜能出来 要发挥出来 能够有些东西产生出来 这个就是发展发挥 但不能停在这里 再进心的去到什么? 进心成熟 这个成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恰到好处 在任何环境里面 你都处之泰然 都能够应付到任何的环境 任何的事情 这个就是成熟 并且会产生一个良好的果下 这个就是成熟的阶段 所以今天 我们再重提这个敬拜会的DNA的时候 我们不要只是停留了 我知道了 有说 我明白了 我听到了 是对的 是好的吗? 但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基础下 继续向前呢? 继续发展和发挥呢? 有更好的成果出来呢? 以致我们可不可以再进心 去到一步 是什么? 成熟的第二步 是的 以致去到任何环境 我们都能够 可以活出 敬拜会的DNA Amen! Hallelujah! 在过去15年前 荃湾敬拜会 是以社区服侍 来到传扬福音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透过社区服侍去建立生命 赢得灵魂吗? 所以我们呢 在这15年前的过程里面 我们是进行很多社区的探访 关心一些基层的家庭 新移民的家庭 又在大窩口 福来村 沙水道 不知道顶尖记不记得 我们举办过 大大小小 十多个 十多个的嘉年华会 祝福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街坊 也都照顾了荃湾的老书者 荃湾其实在大约十多年前 其实也有很多街坊的老书者 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需要 神秉我们的依仗 去接触他们的时候 我们逐个逐个去接触 逐个逐个去探访 在一条街上 可能喂物 给他饭吃 甚至是 我们关心之余 了解他需要帮他上楼 所以当时 其实荃湾有很多老书者 再不是老书了 他喜欢有家 可以回家 可以回家 可以住 所以顶尖姐妹 感谢神 使用你的教会 成为一个社区的教会 你知不知道 我们有个家族叫田蜜之家 田蜜之家 就是当时 我们透过服侍很多的新移民 和基层家庭 而成立的 而我们的长者主日 有很多的长者来到我们当中 亦都是昔日 举办很多社区的盆赛宴 探访 而饮酒出来的 你记不记得 顶尖姐妹 我们有个attack的弟兄 是不是 我们过去几年 是不是参与了去到菲律宾 做宣教的工作 你知道他怎么回来 就是透过我们十多年前 一个义工的计划 义工的计划 他招募回来 他很想和我们一起 参与社区的服侍 祝福社群 他回来 到今天 他竟然成为了宣教士 所以顶尖姐妹 你看到 神使用我们的教会 带来社区的祝福 并且引爆着一个復兴 到今天 我们面对着疫情 顶尖姐妹 我们的教会竟然有个意识 就是有少少意识 在社区里面 祝福的经济有困难 或者心灵 真的受困的人士 为什么 我们会有这个意识 或者实践出来 因为昔日 神以往的日子里面 建立了我们 如何去服侍这个社区 到今天 我们没有停下来 我们继续 好像刚才所说 不只是认知 领受 走到少少出来 我们继续去发展 发挥出来 以至今天 我们能够 如何 在过去的大半年里面 我们祝福过过千个人 过千人 很多几百个家庭 他受惠 甚至在过程里面 他信耶稣 哈利尼亚 我们给主掌声 把一切荣耀 众赞都归给我们的神 真的不是我们的智慧能力 而神透过过 在这个过程里面 锻炼我们 有一个服侍社的意识 以至今天 我们能够真的 可以祝福到 很多很多的生命 阿们 哈利尼亚 所以我们再看一看这幅图 所以我们再看一看大家 我们不要单止停留在 一个认知领受的地步 我们需要如何 我们要去发展发挥 甚至去到一个 尽心成熟的地步 去荣耀我们的神 阿们 哈利尼亚 所以今天 这个一年之计 开手的时候 请大家 请鼓励鼎子妹 你去定立这些个人的目标 属灵生命突破的目标 小组加聚发展的目标 以至你能够 真是可以 按住圣经的教导里面 能够发展发挥 达到一个成熟的程度 阿们 哈利尼亚 好了 我们有了生命成长的想法 我们延续敬拜会的DNA 简单重提 我们计算一下 结婚长老四个DNA 第一个核心价值 就是我全心爱神 第一点就是 敬拜是最优先的 鼎姐妹 大家都知道 我们任何一个聚会 首要做什么 就是敬拜主 我想说一件事 就是敬拜主 并不是一个程序 或者我们等人来的一个 间场的位置 有时候 可能鼎姐妹 九月九日 恩秦了 以为是间场 好像这个敬拜 其实都是旺 不是的 我们绝对相信 我们今天敬拜主 就是欢迎神的同在 我们相信 我们知道 一个生命的成长 不是我们的 要说些什么 做些什么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 没有神的话语的大能 显露出来的时候 没有办法 一个人会改变的 所以今天鼎姐妹 我们重拾一下 这个敬拜的意识 在家中聚会 在公司聚会 甚至在校园聚会 Amen 所以我们说到成长的时候 我们要持续发展 会不会 因为这个疫情 来不了实体聚会 敬拜主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敬拜 带到你市场小组当中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敬拜 带到你家中 甚至在公司当中 因为在家中 这个实体是很真实的 你可以和你的家人 一起敬拜主 Amen Hallelujah 我的女儿 每个星期都会 回去我爸爸的家里 和她一起敬拜主 除非她不让我们回去 如果她让我们回去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 花五至六分钟 和她一起敬拜主 去祷告 我们邀请神 在当中在座为王 Amen 这个就是你的成长 好吗 第二 第二个DNA就是 圣经真理的应用 我们很重视 如何应用圣经的真理 当于理论 所以 鼎姐妹 今天我们要听到 而行到 所以我们有什么成长的方向 你可以列出三至五句的经文 你针对你的生命 或者生活上成长的方向 行不行 因为我们的生命 不是去到完美的 不是完全的 我们总会有一些东西 需要突破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说 听到要行到 我们重视 当然我们不是忽略 圣经的知识 我们需要的 我们要有系统去 去研读神的话语 就好像上星期 Kibben鼓励我们 我们要进行七大习惯 按照读经表 一起去读经 不过很重要 我们读读读的时候 我们不是读尽知识 我们将神的话语 透过圣灵的工作 活化出来 改变我们的生命 以至我们能够 所走出来的 就是荣耀我们的主 所以今天 我们可不可以 直着 我们不要多 三至五句的圣经 不要说五句 两句 可不可以鼓励自己 今年我要走出 这个话语出来 Amen Hallelujah 今年神给我一句圣经 就是《腓立比书》 四章十字 我靠主大大地喜乐 因为我发觉 这段时间 我少了喜乐 可能工作 或者侍奉 或者很多不同的问题 前缘我 好像缺乏了一份喜乐 多了一点的担心 但是神就告诉我 我要靠主大大的喜乐 所以我要捉紧这个话语 可以实践出来 可以每一天 都想起一些很开心的东西 很感恩的东西 向主述说 那份奇妙的作为 甚至我要 喜乐欢呼吸以爱的神 Amen Hallelujah 第三 让圣灵带领 司徒行转常都被人称为 圣灵行转 因为为什么 因为初代教会的诞生 和发展 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今天你要知道 熟灵生命的成长 都是由圣灵去发动的 故此 今年不知道大家 你有什么成长 在这方面 可不可以每天 或隔天 抽15分钟 安静下来 听听圣灵跟你讲的声音 由祂去带领你 又或者可不可以 你和家序小组 三个人在线上 同心的一些祷告 15分钟好 20分钟好 可以用人的圣灵带领你 如何去建造这个小组 如何建造我们的生命 可不可以 Hallelujah 第四 九路人服侍这个价值观 他说 总动员和人人皆祭先 在敬拜会里面 大家都知道 我们没有分全职侍奉 半职侍奉 大职侍奉的人 每一个我想告诉大家 都是全时间去服侍神的 Amen Hallelujah 所以呢 我们的生命是随时随地的 不如在家中 在学校 在公司 在人制互动的过程里面 撒发一种 天国的价值观 天国的文化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侍奉 所以我去到哪里 其实我也是侍奉着的 不是只是回来教会 我们要有一个角色 才侍奉神的 去到哪里 我们都是杀发基督的香气的 影响人的 我们甚至做一些东西出来 都是杀发这个文化出来的 所以今天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带领人归主的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建造生命的 可不可以 所以今天 去到成长了 你成长里面 你可不可以今天 定立一个目标 我带两个人去信主呢 又或者 你今年 你有什么事奉 可以投入去呢 以致你 真的被激发 去实践这个 教会的DNA 阿们 好了 我再说三个基本法 在仆人服侍里面 还有一两点 就是团队的领导 和高末的领袖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们很重视团队的建立 团队的服侍 因为我们常说 三五成国人 就照顾一班人 我们讲求 是一个对公式的服侍 不过在这个团队里面 都会有一个 有恩高 有榜应的领袖 作带领 和作最后的决策人 我们看这篇圣经 《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 他说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 大乡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你们要听从他 在《生命记》三十四章第九节 他说 《乱的儿子》若书 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 就被智慧的灵充满 以色列人便听从他 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料 这两段圣经 告诉我们是什么 昔日 神就兴起 摩西带领第一代以色列人 即是带领他们 但他年纪露卖了 神要再拣选 再兴起 另一位先知 带领群众 代表神向他们说话 故此 你知道吗 这一位最新的领导人是谁 就是约书 他要被兴起成为第二代以色列人 以至他们能够过约旦河 进入迦南美地 所以在昔日里面 在不同的年代里面 朝代里面 神都要兴起一位属神的领袖 去带领团队和会众 所以这就是神的法则 故此今天 我们的敬拜会里面 都是的 每个团队 我们是彼此的服侍 彼此的同工 但也有一位的领袖 去带领我们 阿们 Hallelujah 除此之外 在大令教会方面 我们是很重视 刚才说了 团队的建立 和一个领导的 一个服侍的团队 以不所书 四章十一到十二节 他所持的有仕途 有先知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书 为要承传圣徒 各尽其精 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告诉大家 没有一个人能够做杀所有事 也没有一个人能够释杀所有事 故此团队的服侍 团队的建立是很重要的 经文提到五重即时 有仕途 作开拓组织 有先知 作传神的信息 有传福音 有效地把福音传递开去 给失送的人 以至人听见 他很想去回应上 第四就是 有牧师和有教师 去照顾生命 用神的话语建立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 团队是能够互补不足 互相配搭一个作用 以至基督的身体能够建立起来 阿们 哈利亚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 团队的建立 团队有不同的恩赐的人 有不同的恩赐 有不同的经验 也有不同的性格的人 叫教会得以一个平衡的发展 所以 你要发现 这个团队里面 总有一些 很顾及一些生命的人 很连述的 就是觉得 给他一些空间 给他一些时间 去成长 但是有些很急的人 有些很充的人 就是觉得 要起来 我想说 两者是没有错的 连述的 就是让一班 可能较慢的 或者较远的 可以慢慢的成长 但是充的人 也不是错的 如果一个团队 一个组织里面 没有充的人 没有一个很有热成的 就是要追求一些目标的人 又不行的 因为若没有这些人 这个团队也都慢了 不能够前进的 很多时候会内聚 但是有这些人 就能够将这个团队抗展 可以抗展很多不同的领域 祝福不同的人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不同是好的 不同是好的 不要以为全部东西一样 就是代表好 不同 我们才能够解决到 不同的问题 是不是 克服到不同的问题 因为 唯有 这个团队有不同的在 我们才能够解决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问题 是不是这个很良好的团队 不过 我们最在乎这个团队 最重要就是合一 如果不能够合一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张力 所以今天领子妹 今天我们走在一起 我们讲求合一 是什么呢 我们不是讲求自己的心意 是讲求主的心意 当我们每个人向着主的时候 我们灵女相通 灵女相通 就是合一 就算你慢 不要紧 你快也不要紧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都是为主而去快 你为主而去慢 你都为主而去连出一些人 所以今天当我们走在一起 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让我们心灵里面合一起来 又让我们在话语里面一起去研读的时候 我们的价值观就相通 有共讯之道的时候 就能够可以让这个教会 建造起来 兴起来 Amen Hallelujah 所以鼎姐妹 既然团队领就这么重要的时候 今年你有什么成长呢 在这方面 你会否加入家长或小组 成为小组的侍奉的团队 一起和家长一同去带领生命呢 可不可以呢 又或者可能你较为成熟一点的 你又可不可以展开一个小组 去带领一群新人 去成为一个新的小组呢 可不可以开拓一个小组去作牧养的工作呢 可不可以呢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单单讲DNA 而是今天我们讲成长 你可不可以按着DNA 尋求你今年的成长的目标方向呢 Amen 好了 第六 《注重品格和恩慈》 诗篇七十八篇第七十二节 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 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 我想告诉大家 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技巧都很重要 但是品格是生命的根基来的 在诗篇第十一篇第三节 他说 这些人还能做什么呢 所以我们着重每一个顶姊妹 她的生命品格的培养 特别选选领袖的时候 我们不是好像普普通通就选一个吗 我们重视她品格多于他们的恩慈 是否代表恩慈能力不重要 也不是 意思就是说 若果大家两个都是那么好 那么厉害的时候 我们要讲求一种品格 那种我们是否能够在主的话语里面 我们能够扎根 我们是否爱慕神的声音和意象 去带领我们 并不是我们个人主义 而是我们愿意韩服在主里面 一同心去建造这个教会 所以今天顶姊妹 我们拣选领袖 就好像提摩太前书三章八到十字 他这么说 作执事的也是如此 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 不好喝酒 不贪不义之财 要全清洁的良心 顾守真道的傲辟 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 若没有可责之处 然后叫他们作执事 顶姊妹 你看到吗 这里三字圣经 通通都是讲求一种生命的品格 一种我们的行为 见证 我们不会放纵自己的情欲 不会放纵我们的口 不会放纵我们的良心 全部都在主的话语里面 紧守以至我们活出一个好的榜样 当我们被监察的时候 无可质责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渐渐成为一个领袖 阿们 哈利利亚 顶姊妹 我相信每个人可以成为领袖 因为香港人 我们每个人都很聪明 我们做事很聪明 我们头脑很发达 很有智慧 所以要带领一个家序 带领生命 其实运作一个家序 小祖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我相信大家可以做得到 但我们更加知道 当我们愿意在主的话语 圣灵的同座的时候 培育我们的生命品格的时候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出色的领袖 可以带领一个很优秀的团队 可以建造很多很多的生命 阿们 所以跟你自己说 你都可以成为一个领袖 阿们 哈利利亚 所以在成长方面 如果这么注重生命的品格 你今年你来在生命里面 有没有一些突破和更新的地方呢 我今年跟一班即清的鼎姊妹分享 就是内在生命很重要 因为内在生命突破 你外在的属灵的力量 外在的一些属灵的能力 都会提升的 你的影响力都会提升的 所以我就鼓励他们 三样东西 你列出有什么内在生命的突破的要素 第二 为什么要突破 第三 你想期望的结果 有一位祖像 他跟我分享 他今年要多些谦卑纯福在主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意识到过去几年里面 这方面的依靠 对神的依靠都减退了 他很想再一次经历天父的真实 更多的神的拖大 这个就是他的原因 他期望的结果是什么 他期望他很想经历在生活层面里面 时刻都有份感恩 感谢神 感谢主的恩典 各层面都能够可以听见神的带领 去见证神 这个就是他的内在生命突破 出顶子妹 就是圣经讲的 心意根生而变化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不要单单停留了 我们有一些的圣经知识 在头脑里面 是重要的 我们要有一个基础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心灵的改变的时候 是不会活到出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有头脑的知识 再加上是从心移化 一个改变的时候 一生从心移化 我们就能够活出神的话语的能力 阿们 祝福大家 最后一点 关于热切爱人 最后一个DNA 他说人和人际关系是最重要的 在药福音十三章 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他说 我似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好了 这个讲到彼此相爱 他说一条新命令 我们发现就是旧约 旧约已经说了 对不对 说了这条彼此相爱的命令 为什么新约再重提呢 我想告诉大家 旧约只是说出来而已 叫我们彼此相爱而已 但是没有告诉我们 怎样做 而新约 耶稣就示范了 是为门徒洗脚 叫他们彼此洗脚 彼此的服侍 他示范了什么叫做爱 是一种犧牲的付出的一份爱 所以今天我们追求爱 并不是我们自己想的爱 我们觉得 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鼓励加油 可能不是真的这样 而是我们可不可以为他祷告 扶持他 与他同行 这个才是真正的爱 这个才是耶稣基督的爱 今天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活出来 其实很简单 我们缺乏这个耶稣基督的爱 耶稣基督的心灵 所以今天我们要 换一个手术 做一个手术 换一个换心的手术出来 以致我们 将这个眼心 这个牢固了 或者可能冷淡了的爱心 求主帮助我们换走 以致我们有一个真正 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份牺牲的爱 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活出来 Amen Hallelujah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新月的命令 对于这份爱 是甘心乐意的 是坚担的 但是如何 可以经历到这份爱 以致我们活出这份爱 很简单 常常都跟大家分享 一个被爱的人 就是能够去爱身边的人 所以鼎姐妹 今天我们可不可以 再一次的 去到主面前 想回他对我们昔日的爱 他对我们生命的那种改变 他如何扶持我们 他如何帮助我们 我们感受到被爱的时候 或者甚至就是 可能你的目者 你的领袖 带领你的人 甚至你的家人 去对你的那份付出 你感受到爱的时候 你就自然能够可以 活出这份爱 所以鼎姐妹 可不可以再让我们 新的年头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改善这件事 因为人是很重要的 教会里面最重要就是人 不是program 如果有很正的program 但是没有人的时候 是没有意思的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就是 人这么重要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珍惜 如何去比试相爱 Amen 所以今天 大家 你讲到成长的部分的时候 今年 你会不会和某些家人 建立一些更深的关系呢 你可不可以和我们的领袖 或者你的家园 建立一些彼此辅助的关系呢 甚至不知道会不会 当中你和一些顶姐妹 有些人有严隙的 你可不可以和他复和呢 这个关系呢 以至呢 其实今天我们不是只听完DNA 而是我们新的年 可不可以有一个的突破成长呢 突破成长呢 Amen 好吗 好 今天分享到这里 我们邀请敬拜队 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 《纳志摆尚》 顶姐妹 的确的 我们订立一个目标的时候 我们要纳志的 我们呢 不要被这个世界牵住 我们去走 今天我们听见神的话语了 而这些DNA 我相信呢 都是神被我们的领袖 过去三十多年延续出来的 是能够呢 去祝福好多好多人的 所以呢 我深信呢 今天 顶姐妹 我们在这个 敬拜会的DNA里面 我们如何去 经历一个突破成长呢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 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 告诉耶稣听 今天我们将我们的生命 呈现给你 做一次的 叫我们的心心灵呢 所有的思想呢 做一次的 被神 圣灵呢 你自己敲灌 是呀 被神的补血结症 以致我们呢 再不是那些的老鹅 是带领我们 而是圣灵去带领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活出呢 不一样的生命 可以荣耀你的生命 Hallelujah 用来唱这首诗歌 好吗 去回应我们的主 好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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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